麥嫂表演劇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邀请到两位朋友 其中一位呢 就是之前我们讲那个 地方妈妈低潮 也有迷片的沙拉 沙拉跟大家打声招呼一下 哈喽 我又出现了 我不是只会讲低潮 我还是可以讲鬼故事的 好 那再另外一位是 沙拉的好同事 来 要怎么称呼你 叫我维多就好了 维多 维多好像比较像男生的名字呢 呃 you can't say that 维多不是 那个教父里面 那个阿爸叫维多吗 Vito Corleone 其实是因为我叫Vittoria 别人叫维多利亚 然后觉得太长了 所以就舍弃后面两个字 叫我维多 所以你本来是女王的名字 就会变成教父的名字 这样就对了 对 其实意思都一样 就是代表着很厉害 不是要当女王 就是要当教父 对 所以就非常有王者风范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呢 有个小插曲 就是早上是奥斯卡颁奖典礼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 王者理查出拳揍人 我就说他如果要揍人 也不要挑这个场合啊 对不对 那他就揍给全世界上艺人看 我觉得哎 看得很心虚啊 我还以为那是桥段了耶 安排好的耶 我当初也以为是 还发现他回到位置上 还在干描耶 描没完的耶 描到直播都中断耶 被选真的太戏剧化 然后被打的那个 也是一副就是 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还是继续 继续他的表演 我是觉得都很无奈 你show must go on嘛 那你打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真是超级丢点 大家都知道 今天呼声最高 就是威尔史密斯 你在初选打 什么意思的你知道吗 anyway 我觉得再怎么样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 要讲这个咒啊 你看麦嫂的强醋 就是很会凹回来 基本上如果家庭的价值 是这样子操作的话 我觉得宁可不要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这部电影 它是用伪纪录片的方式 来呈现 呈现妈妈对一个孩子的爱啊 然后他又有回顾到说 六年前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等于是周遭人 都受到影响了 然后他有点穿着附会之前 我们印象中看过的一些恐怖片 那刚好两位呢 你们是前辈 已经先去看了 所以呢在这个等待 我的播映日的这两三天 我就超级忐忑 我就逢人就问说 你有沒有吓到闪尿啊 你有沒有看完就去庙里面收金啊 你看完之后有沒有半夜开灯睡觉 我是说你在看的时候 你是不是捏断旁边那个老公的手 这样 然后我就看一个新闻 一个是说捏断手指 一个是捏断命根子 到底是捏断哪里 所以我就觉得 是不是这么夸张 然后呢 看完之后也觉得 就这样啊 是还好吧 所以我觉得 一样啦 未知是最恐惧的 但如果你已知 你睁开眼看了 就这样子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呢我稍微细数一下 这个片子在讲什么 就是在讲一个 妈妈叫若南 那她一开始呢 就是借由镜头 然后跟大家诉苦 所以她家的小孩子 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 整个身体都产生了 异常的变化 然后希望大家急气 跟着我一起 念一个很奇怪的咒语 然后要打一个 很奇怪的密宗的手势 然后就可以救我孩子一命 这样 然后那个桥段 就让我想到 当年的七夜怪谈 里面那个松岛菜菜子 也是女儿遇到这样的事情 她好像是儿子啦 然后希望大家 可以急气救她这样子 然后这边呢 就是把儿子变女儿 也是要用急气 然后中间呢 就是穿插 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周遭的人 要如何逆转这个乾坤这样 然后到最后最后呢 我们就不抱梗了 反正就大家进去戏院 体验一下这种 互动式的鬼片 的那个感觉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时间 交给沙拉跟维多 你们两个各自 看前看中看后 有什么样的心情反馈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 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话 是不太看这种鬼片的 就是我就觉得 比较不会自己吓自己 那其实这部片是 我一堆刚开始的时候 在办公室邀约大家 那其实我是抱着 臭热闹 看好戏的这个 就是大家 跟大家增进感情的 这样的一个心情下 走进戏院 所以一刚开始 其实是没有什么 太多的期待 因为就觉得就是这样 鬼片不就是这样子 只能说就是他 就是从头到尾 是让我没有 这个喘息的空间 就是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剧情 还有他的这个故事走向 其实都是一个 让我意料以外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在导演的 故事的编排 或者是他拍摄的手法 都跟以往 我接触过的鬼片 方式是很不同的 所以有让我有经验的感觉 那我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我是在去年年底 看到这个周的预告片的 那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预告片 拍得很好 它会有一个互动的方式 比如说它会最开始 出现一个摩天轮 然后向左向右转 然后包括说那个 意念控制车的前进方向 都会让我在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 觉得非常的奇妙 然后我也觉得预告片 做得还蛮吓人的 因为我觉得鬼片是很难拍好的 但是这个预告片拍到 就是让我非常想要去电影院 真正的去体验看看 对 所以我就一直都很期待 就从去年年底 就一直期待到 我一直有在follow它上映的 那个时间 对 然后后来呢 为什么想要就是 揪大家一起去看 是因为我们的舞蹈老师 他非常爱看恐怖片 然后我们其实私底下 有很多交流 然后 萨尔姐反正就是 我们就想说整个office 揪着一起去看就对了 因为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 所以就揪着一起去看 看的时候啊 我其实是有一直抓着我先生的手 然后是结束了之后 她才说她的手快要断掉了 但其实我觉得她太夸张了 对啊 我是觉得还蛮蛮有感觉的啦 看的时候 因为她有很多互动的方式 是比较稀罕的 因为我们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 跟着导演的节奏去 去看这样的一部电影 所以这是我简单的一个说法啦 对 我的想法 好 那因为其实大家的成长背景 是不太一样 因为麦草家族里面呢 有出现一个长辈是巫师 就是因为我们乡下呢 就是我有些人 奇怪疑难杂症 不太好医的都会去找巫师啦 例如说像是皮爪 因为我们是讲闽南语嘛 皮爪就是那种带状泡疹啊 那在皮肤上 你就是会长整个背啊 或是腰部啊什么 又痛又痒了 然后基本上是擦药也不太会好 那就是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被那个绿过性病毒侵入 就会变这样 然后乡下就是都会去找巫医啊 然后用那个桃花木剑念咒语 可能洒净水之类的 烧个符 然后说斩皮爪 就是要把这个身上的这些病毒呢 斩掉 他说要不然你身体长一圈 人就挂了这样 我们乡下的传说是这样 然后我的太祖母 就是做这个斩皮爪动作的女巫 而且她就是会 会收腰化符水那种的 但是她不是字哦 她也不会讲北京话 她也不会讲国语 她就是靠台语这样子 然后呢我就觉得 哎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它里面就是会有一些那种 乡野奇谈啊 或者说密宗啊 然后很奇怪的什么宗教啊 什么的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各自的背景如何 那因为维多可能 现在口音天下不太像 因为你就是一个台湾人 但其实维多是从 中国大陆嫁过来台湾的 所以你们家乡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传说 然后你看这部电影 是不是你就会有一些共鸣 然后不是可能会激起一些 你童年时候的回忆这样 哦我完全没有共鸣耶 因为我们我们家 嗯真的没有像这么传统的背景 就是没有没有什么巫术这种背景 所以我没有什么共鸣 对不起 好啊沙拉呢 有没有什么小时候会去什么公庙 什么的你有吗 对啊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 这种东西就是很明显 就是迷信嘛 然后像小时候 比如说身体比较不好 或者是成绩差的时候 妈妈就会把你的衣服啊 拿去什么 那种小庙里面 或者是那种 那种道坛 坛的那边去 做什么叫做盖啊 什么的 还要喝浮水 对我都觉得我 那个命大 就是小时候喝那么多浮水 还没有变呛了 还是不记住 我觉得台湾好像很多 很多庙都会让人喝浮水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 迷信的一种 但是好像小时候都是 多多少少都会接触一些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过而不及嘛 你完全不信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你可能会觉得说 啊我做一下 反正也无伤大雅 我就去做 这个是很多台湾人 一直以来的想法嘛 对但是如果说做得太过 那我觉得就是会像 我们看到很多故事是这样子 就是我会被饿死啊 或者是说 这个把自己弄得很惨啊 不成人形啊 对啊 那我觉得电影里面的女主角 你说是她的幻觉也好 或者是她的虚构出来的东西也好 这个我觉得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吧 而且我这一次 就是有开了几个题目 我就是交给维多跟沙拉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因为其实真实案例并不是没有 像导演就说 她是发想于民国94年 高雄古山那一家子六个人 然后就是去了男子的一间公庙嘛 然后就轮流发疯 而且他们里面都是高知识教育的 就是还有护理师啊 学校老师 就这样子 她发疯互相喂愤痴啊什么的 然后最后就搞到大女儿衰竭死掉 才上诸爆端啊 然后这个导演年纪呢 应该小我们个一轮左右 好像30出头 竟然就读过那个新闻 然后她就觉得很想把它创作成鬼片这样子 然后呢在近期发生的就是在印度新德里 就发生邪密满屋嘛 11个人上吊死在家里那个事情 那因为Netflix拍成纪录片之前 麦嫂就有注意到那个case 因为我是去过印度的 我就觉得 要求我印度新德里 已经算是比较先进文明的城市了 怎么还会有这种事 而且那一家子也是很有钱 家里一大堆都是受过大学教育 还有人即将要结婚 还是性这种事哦 所以我会觉得说迷信这种东西 你不要觉得就是没受过教育 就没水准就穷人 哎不是哎 反而是越聪明的人 就是越被这种事情困惑跟捆绑 对不对 然后所以我看完之后 我是觉得蛮多感触 我想提供几个讯息 甚至于跟在场两位来宾交换一下意见 第一个 因为其实他原先在设定的时候 他就是有参照了一些 最近很红的一些恐怖片 比如说像去年泰国那部萨满嘛 就是讲说他们家族里面 就是有这个巫师的血统 要有一个人出来沉寂 然后你不沉寂就会遭报应 这其实我们乡下也有听过 因为我们家族就是有被要求 要继续做机身 可是后来我大舅就是选择不做 然后他就是意外往生 那因为其实他的死法是吞农药自杀 那个时候那个事情 听说在我们村子闹很大 因为我们村子那个时候是 开年迷藏的算是有钱的 然后大儿子就这样 然后不接一波就变这样 然后后来就传到我第二个舅舅 然后第二个舅舅也选择不要他重振 然后第二个舅舅 后来状况也不太好 就是在50岁那一年他参选村长 然后被一个酒驾的撞了半生不睡 然后就躺床上躺18年 最近才往生 你看也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家族也是一直有那样子的想法 说你就不接嘛 家族的使命你就拒绝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萨满一推出的时候 我看就很害怕 你说这种戏我绝对不看 因为实在太恐怖 虽然我们是女孩子 没有被要求那样的事情 可是在萨满里面 就是要求女孩子要接 因为她是女神 那你看这次这个佛母也是女神 他选出来的都是女童女生 然后我就觉得 干嘛这活该倒霉你知道吗 你要是不信就算了 你要信就是被捆绑 然后刚好在最早之前 好了我曾经推出个片叫毒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就是Skeleton Key 其实那个翻译叫做万能钥匙 那个女主角是Kate Hudson 你们有看过吗 有看过有看过 非常经典的恐怖片 非常厉害 就是如果你不信那个巫术 你就没事 你信半信半疑你就是被捆绑 那一样的道理嘛 所以就是人家说就是信念是万能的嘛 你要是不信 你等到灵危寿命才这个球那个球 要不要让每个人都不救你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信的问题 还有爱的问题 里面这个女主角 当然大家知道那其实是伪纪录片 不是真的 其实它是剧情片 然后类似像纪录片这样呈现 我觉得那个女主角的做法 如果我们今天脑洞开一点 换成你遇到的时候 从最一开始 就接触了这些猪队友 然后你当下没有离开 最后中了这件事情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而不是像里面那个女主角 她等于有点像飞蛾扑火 去牺牲生命嘛 如果换成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你来改写这个故事 会有什么样的收尾呢 这么突然的吗 看这个剧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一直在跟我旁边的同事说 好白目哦 好白目 人家都已经叫他们离开了 就是 就是我觉得会让自己 对会让自己招惹上 这样子麻烦 或者是 会有这样后果的人 一定他本身就是 个性就是 台语说就给小 就是 你偏 明知山有虎 偏像虎山形嘛 人家就已经告诉你 这个地方不宜进来了 而且还警告他 叫他赶快走了 那还是不信心 还是死死 还是待在那儿 OK好 那待在那儿之后 这也就算了 里面的这些长者 叫他们不要做的事情 他们就一直在做 就叫他们不要离开房间 他们还是硬要 这个破坏房锁 甚至还去 去拍人家 在祭祀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还硬要闯到 不可以进去的这个隧道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 自己个性使然 然后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自己的 假设我是女主角的话 一定在第一时间就是离开了 但是如果说 真的最后 很不幸 导致这样的结果 我的孩子也生了 那我觉得 我不会想要再把这个事情 再影响到更大 就是我会觉得 就让这个悲剧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那我不应该因为我自己的自私 或者是说 自己的一厢情愿 我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会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 而影响 或者是救了我的孩子 我可能就是 好 就到我跟我的孩子这边 因为我觉得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生不如死 我觉得我看他那个样子 就是生不如死 对那不如就直接死 如果是我 我是女主角 我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 做法吧 我是觉得 这反正就是剧情片 你如果不这样安排 也没东西可以干 我觉得就是 无论自己 有没有亲自当母亲 我觉得遇到 就算是周遭的亲人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大概感同身受 都会不忍 他们受这样的苦 但是呢 我真的觉得 这种给小的小孩 藉由这部电影 可以给大家一个警惕 如果真的是周遭 有这样的猪队友的时候 你真的要断然放弃他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其实 麦草个人职业的关系 经常看到有人 其实是不会去犯罪 但就是猪队友的怂恿 然后一时这样一念之差 比如说像我今天讲的 威尔史密斯揍人 他其实一开始 把他当笑话听 就会看他老婆 整个脸垮下来 他就上去揍人了 那就猪队友 你懂我意思吗 你身为人家老婆的人 你是不是可以苦笑一下 或是你老公要冲上去 是不是就抓他一把 你知道今天是他的 登基大典 对不对 奥斯卡影帝 唾手可得 你没有抓住他 就要让他上去打人 那你就沦为笑柄一辈子 You know 尤其他又是为人父的 所以我觉得一样的道理 像如果里面若南 接到这样的讯息 然后结果那个阿东 那是他们家族的祭祀 他也不先问清楚 就带着外人去 就一副要踢馆的样子 而且那不只是踢馆 那基本上就是要摧毁 他们的宗词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他进去写城市 什么什么 对不对 然后就闯人家地道 摧毁人家的神像 砸破镜子 就像当年说孙毅先要革命 就他的革命是先去 革他们家客家 庄的那个几个宗庙 他就去里面 给人家砸毁神像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就说 好我们不是要做宗教改革者 对不对 像当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希达多太子 因为我是佛教徒 所以我讲希达多 希达多太子呢 他也没有说 你们都不要信婆罗门 全部都去砸毁烧神像 他没有耶 可是呢 相较之下 我今天没有要做宗教战争 相较之下呢 耶稣基督那时候 就比较激烈一点 他就说你们信任都是假的 世界上唯一真神 只有耶和华 所以那时候就会变得很惨烈 有没有 杀了很多人嘛 基督徒都被杀 都被淋虐 所以我觉得一样的道理 就是做革命的人 本来就是会有一些牺牲 可是我们今天 小格局的这部电影 就让我看到了就是 你今天不够尊重人 那你也不够谦卑 然后事情一旦发生之后 你又不去找原因 然后你用自以为是的方式 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里面有个镜头 就很有趣 到时候我们这边可以爆哽 因为后半段 他其实已经知道什么原因了 你看他就是 大着肚子孕妇的时候 就去找过云南大师了 不是吗 那为什么你还让那个爸爸去呢 就是高音轩扮演那个角色 你还让他去 那去了之后就死在旅馆里了 那你是陷害他吗 可是好像不是让他去吧 是爸爸想要了解 所以他自己去的吧 他其实可以阻止 他说带子我带走了 我会去找出原因 可以救朵朵 那你当下是来不及吗 还是怎样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妈妈的那个角色很恐怖 我觉得真的是很阴险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影片 反思过来就是觉得 其实人性反而是比 这些所谓的鬼啊 怪啊 这些大自然的东西来得可怕 对 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人造成的嘛 你不要有这些给小的人 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发生嘛 那你既然发生了 其实你是可以用你自己的力量 去把这些到此为止嘛 但是他不去阻止 反而是把这件事情越来越扩大 然后牵连越来越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如果一刚开始是抱着尊重 大家互相尊重彼此 纵使被称为邪教 但是我觉得那也是人家 信仰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就是尊重就好了 彼此给距离 不要去冒犯 那我觉得就不会有 后面这些事情发生了 对啊 那当然就像维多讲的 他没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个性 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发生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挺有趣的 对就是 这社会就是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才会造成很多 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 比如说我自己是法律人 我们就觉得规矩就是这样 就不要再问了 因为常会遇到一些当事人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说法律就是规定到这样 那当然我们可以说法律 可是像这种 不是叫法律 这个叫律法 还是叫什么 法术 人家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比如说像 之前台湾也蛮红的鬼片 叫中邪 人家在上巴掌 就是不要围观 你就是门窗要紧闭 偏偏就是有人要犯大忌 所以这个戏才 这样子会觉得好看 因为你会去骂里面那些智障的人 比如说像 接下来那个头七要上映的嘛 Selina演的 听说很不错啦 因为法力无边道 纳斗一演完 杀青就生病了 你看 然后差点变移作 我就说 哎呦 我要不要去看一下 如果纳斗再也不会回来的 我说人家在刚拿着金马奖 就中了这个诅咒 实在太恐怖了 所以呢 就是这种台湾的电影圈竞争激烈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 用成那种恐怖悬疑猎奇的方式 真的有可能很卖座 你看像去年的那个女鬼桥 我就还蛮喜欢的 就是校园鬼片嘛 不可说的第几阶 不能数出来 你数出来就出事 然后呢 他就会去回顾一下 曾经也是一个人给小的人 然后就去那边直播 发现就树上有女鬼 然后直播的时候 就有写说 快跑啊 你后面有女鬼啊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种影片行销 就是很厉害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讲说 那个千猴子整合 那个执行长王施啊 王施这个宅男 非常的强 他只要他操盘的电影 都是非常的卖座 所以像举例好了 这次的这个科导 这个导演年纪不大 但是呢 他可以把涅槃精里面这句话 因为虽然我不是说很熟读经书 但这句话我是有印象的 叫做法身无名 甲为利民 亦生死无名 甲利民也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没有名字的 因为名字是有很强大的法力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给他一个名字的话 你还是要告诉自己 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回到一句话就是空 空波罗蜜多心经 大家都知道了嘛 对不对 其实那些都是假的 都是虚幻的 所以这个电影里面就会一直发现 怎么一直在强调名 这件事情 你叫什么名 你看那个红衣小女孩 不是也这样吗 人叫你的名不能回头 因为名字就是你这一世肉身的标签 譬如说我们去菜市场买菜 也是看到那个标签 你才会去选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今天就是邪灵要入侵 你就是叫你的名 你不要回头就没事了 因为每个人的灵魂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是佛家在讲的 无论是小鸟小狗小猫 人的灵魂都是一样的 今天只是说可能随机性的 你投胎到什么样的肉身 当你那一辈子就是那样的身体 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就是太执着了 如果她干脆不信 就信基督教 信天主教 就不会被捆绑了 她就偏偏这个样子 你看就是陷入轮回了吧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在收尾的阶段 我觉得这部片子你看完之后 你给她多大的评分 甚至于你觉得以台湾目前的影视产业来说 这样子的题材是不是可以发展的 因为柯导有说她想要把它变成三部曲 我就觉得她犯好大的险 因为其实蛮多不太习惯这种拍摄手法 说好晕哦什么 我说你还没看过更晕的 那个萨满才晕 我说之前还有鬼影实录那种 那个其实等到国外都已经操作过很多遍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已经拍得不错了 而且那个jumpscare就是突然用声音音响跳出来吓你 其实那都有在铺陈的不是吗 就是宫庙那个师姐那一段 那个人家就镜头切切切就知道哪里会冒出东西 所以其实都还好啦 他主要就是用那个悬疑 然后那种诡异的气氛 然后很神秘的宗教来吸引你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我可以打80分 也不知道两位呢 我也会给他80分以上的高分 最主要是包含比如说像我那个小孩 国二那个年纪的 就是在孩童这样子年纪的 就虽然他们还是处于那种 可以看的这个年纪 因为我记得是辅导期 对但是他们就是 哇大家都成群结队的 然后越不敢越不能看 他们就越想看 然后就还是让他们找到了空隙 然后去看了这部片 然后看完片他第一个打电话回来跟我说 妈妈我今天可以住同学家吗 我不敢回家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造成他们那个年纪的 还有不同年龄层的一些回响 就包含就像韦都一刚开始讲的这个 行销的策略啊 然后造成的话题性的讨论啊 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化妆啊 就是他的里面的一些道具布景 还有一些化妆的一些技术 其实都在跟我们以前看 所谓这个国片的鬼片水准差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我也给这部片蛮高的分数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满分五颗星的话 我可能会给他三点五颗星 我觉得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虽然有的地方会没有到那么好 比如说他可能切换的顺序 那有时候是在云南啊 然后有的时候又是在六年前 然后有的时候又是现代 那如果说是比较少看电影的人 可能会跟不上柯导的节奏 就是可能会不知道当下 我到底是在六年前还是此时此刻 对那可能这部分的话 就没有处理的很好 就是在剪辑这部分 那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的地方 是我觉得这个营销做的很好 比如说他会在看电影的时候 他会整个大屏幕都是那八个字 然后要大家跟着一起念 就是让大家非常熟悉这八个字 然后包括说他的一个咒的那个手势 是怎么做的 那像你看像我们看完电影之后 我们一群人就是纠团在那边 摆那个咒的手势 就很好笑 什么样的姿势都有 但是反正就是可以做到很多话题 给大家去讨论 然后包括说可以去发IG的动态 就是我有跟上这个潮流 这八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吗 你相信祝福吗 对对对你相信祝福吗 或是你叫什么名字 包括说后期很多搞笑的梗图啊 迷音都出来了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跑出很多各个国家 非洲的那种搞笑的rap歌都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它营销做得很好 还有它画面它不是那个最后要我们一直关注的那个那个那个 对那个皱的那个像个地图一样的那种黑白的 然后又出现红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弹出来红色的字 就是要让你去金会神的睁大你的眼睛去看清楚他到底在写什么 但是通常来讲这样是很恐惧的 因为你当你聚焦会神的看着那个屏幕的时候 其实你很怕他下一秒就是一个jumpscare 所以你会我看的时候我其实是半眯着眼去看完那个红字弹出来的内容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些科导它都制造得很好 我就觉得它这个恐怖的氛围有做好 然后包括说它其实有个片段我印象也是蛮深刻的 比如说他女儿在床上 他说妈妈有坏坏 然后妈妈说坏坏在哪里 然后他用手指的时候 他是有分三个level啦 就说这里就是妈妈的手有没有勾到他了 是这里吗 然后女儿说不是还要再上一点点 就是其实这过程还蛮恐怖的 因为就是我会觉得 我还是很怕会有jumpscare突然有个东西出来 但其实它最后是没有东西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它跟以往的恐怖片还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你虽然以为它好像会有jumpscare 但其实它没有 但是你中间恐怖的体验感是有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而且我觉得这部片呢 就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它的气氛凝造很好 但它不会很疲乏的一直用jumpscare来吓人 比如说像我们看一些国外的鬼片 像立音宅这种就太多 太多到你会很烦 对对对 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电影还有几个地方 让我觉得厉害 第一它选角很强 你看阿美亚四岁怎么这么会演戏呢 所以我觉得柯导很幸运 你可以找到这个小女生 而且这个小女生 因为我们其实在笑说这小孩子很可怜 他其实在演的时候 当下不能看这部电影 都要好几年后长大才能看 但是影史上有非常多 就是那种小孩子很会演戏 比如说像鬼店 The Shining 好像中国那边翻译叫闪灵 对不对 你看那个小男生都会演 然后几年后还有那个孤儿院 孤儿院是恐怖的 好好看哦 那个选角也是 非常的一时之选 我觉得就是小孩子浑然天成 可以演戏也真的不多 然后呢 尤其是他那个气氛安排 就是照你这样说 他说那个妈妈有坏坏那一段 柯导有分享 就是他姐姐的小孩 曾经就是半夜胡言乱语 就有说的这一段 他说等到大人把他哄睡之后 隔天白天问他就忘记了 然后他们也不太敢去 问那个小孩子说 到底你是看到那个坏坏 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来说童言无忌 因为小时候我们天灵盖 可能还没盖上 就是跟灵界会比较有接触 等到真的稍微长大之后 大概可能该忘也忘了 可能说孟婆他那时候还没生效 等于投胎要过了四五年之后才会 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棒 就是您说的 就是已经引起的话题性了 再加上就是密宗对我们来说 本来就是一些神秘面纱 非常的多 你要怎么样一个一个去破除他 揭穿他 好像也很难 是原木求鱼 尤其是台湾这一阵子 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 新兴宗教了 比如说西服穿紫衣的 或者说之前有发生不幸世界 那个什么什么 日月明教什么 Anyway 但是这个导演很厉害 就是把这些 我刚提到乡野奇谈 浓缩成一部片子 然后因为他很怕得罪既有的宗教 他也是找了老师 宗教学者 然后去重新编了一套咒语 一套手势 他说其实是没有这个宗教 也请大家不要跑去那个新竹尖石箱去找那个 他说没有 那只是一个 算是一个驿站 就是大家爬山去那边喝个凉水 就这样 那也不是一个什么家旨 请大家不要去打扰人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道德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理性一点 讲到那个咒语 就是好像也是看报道说 其实那八个字是 听起来像台语什么 什么祸福相依 生死有名 台语啊那是台语 因为那个云南大师 在电影里面就有说 他是闽南话 佩琴要不要帮我们念一下 祸福相依 就是祸福相依 对啊 祸就是祸吧 就是应该是灾祸嘛 那个台语是念 因为福就是祸嘛 所以是祸福 祸福相依 修一 对啊就是这样 因为其实你直接直翻台语 是翻不太出来 你只能是半台语 半北京话那样 穿着附会的啦 那我觉得死生无名就是明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涅槃基那个讲 明对我们一个人来说 其实是威力很强大的 因为它是可以象征着 宗族血脉 因为姓氏是传承的嘛 那名字如果有排祖谱的话 也是照祖谱去取名的 所以他里面就有提到 比如说台湾最大姓就是 陈根林嘛 他又是陈氏宗旨 所以就是在暗示 他们成家一个 不可言喻的一个神秘宗教 但是我觉得 有点离谱的是这样子 那个是他舅舅那边 但是这个小屁孩 如果在剧中 他要去之前 再怎么样是自己家的孩子 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些 相关的戒律教条说清楚 甚至于我如果今天 有点大碍的 在山下发现你带外来的人 我就赶走了啊 我们不欢迎啊 因为有非常多都是这样子的啊 就说我们 比如说光是连告别事 现在是佳祭时间 你外人不能进来 我们也是都听规矩的 我们就是走啊 等到开放公祭再来啊 不是吗 所以我是觉得那种 亲门踏户的行为 尤其就是自己家族 我就有点怪 所以这部电影呢 呈现了几个观点 最后我们来跟 观众们我们做一个结尾 第一个 看完这部电影 学到哪些东西 第一个 学到什么叫尊重 第二个 什么叫实事求是 第三个呢 就是互信互量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 爱的真谛啦 那个叫爱吗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爱他女儿 他只是想要拥有他 因为他有说过 如果当初不把他接回来 可能就不会这样 就是让他自在长大 不要知道有我这个妈 因为我这妈那时候 在无意之间献祭 但我觉得那个 我也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如果依照西方的理论的话 你如果今天要去迎接一个宗教 你一定要诚心的相信 你不相信等于是被诈骗了 然后你就要去献出女儿 这样对吗 所以我觉得那些 我都无法接受 所以导演这一部分 我觉得他要 应该要说清楚啦 这样可能 大家就会对一些 比较 玄秘的宗教一些误解 我觉得这样不好 再来两位呢 因为我家本来也不信什么宗教 所以我没有站到这么高的一个程度 去看这部电影 我单纯就是看恐怖片的心态去看它 对 所以刚刚麦嫂 你讲到的那些宗教的东西 我是没有想到的 对 那确实像你说的 可能会对宗教有一些误解 就跟麦嫂的背景 其实我觉得是有相搭起来的 因为你们家也是有乌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 对 但是站在我一个这种 没有宗教背景的状况下 我就不会考虑那么多 所以你就比较不会被捆绑 这是好事啦 你就会觉得好可怕喔 半夜不敢睡觉 你就不会怕那个诅咒 对不对 就没事 莎拉呢 我可能就是会更尊敬尊重大自然的 这些不可解释的事情吧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 假设你一旦进入了 那你要信他或不信他 这个其实就好像在精神病院里面嘛 一堆人会跟你讲说 他有看到了什么 那你要不要信他呢 那或许他是不是真的有看到 那如果你去信他了 那你是不是也跟他一样是神经病 所以我觉得到后面被牵连的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因为自己 把自己也带入了这样子的一个 没有办法挽救的地步 是不是也是因为 OK如果假设完全都不信 你就会用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嘛 但是如果你是跟着他文姬起舞 然后甚至跟着他一起追根究底的 那就很有可能会陷入这样子的一个 绝境嘛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的东西 就尽量不要去碰触 我们就尽量就是去尊重他 尊敬他 就这样子 这就是又回到了那个日本神庙里面的三只猴子 非礼物听 非礼物视 非礼物言 其实我觉得这三句话要记住 真的就是你 你不要太过问 也不要爱听 也不要爱说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人会触犯禁忌 遭到报应 那当然是戏剧化效果 但是我觉得衍生到我们的生活周遭 也是要这个样子 就是麦嫂刚刚提到的 就是尊重啦 对不对 不懂不要乱问哦 禁忌不要乱打破哦 OK就这样子 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Sarah跟维多 那我们下次呢 再来挑另外一个题材来讨论好不好 我们不一定要挑金鱼漆啦 我们可以挑一个 比较没那么近视爱俗的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 还不错的戏剧的话 也欢迎推荐 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们的支持 那如果觉得我们频道还不错的话 给我们一个五星订阅 或是给我们留言 或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梁草支持 谢谢 感谢 谢谢莎拉 谢谢维多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